民族77年 我从她的手上 接过我的第一座金钟奖 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因为从那个时候 一直到现在 她都是我心目中 极为优秀的歌者 我觉得她应该是个 没有疆界的歌手 因为她的歌声可以感动 不光是黄皮肤的人 我想跟很多成功的人一样 她的背后 都有一些快乐 或者不快乐的故事 今天晚上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欢迎今天晚上 我的客人 苏瑞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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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到我们家来 谢谢 开心 这边坐好 来来来 来 上班这边坐 苏瑞现唱到现在 有多少年了 将就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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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时候是在香港演唱 刚开始先是在台湾 的一些这些美金俱乐部 后来到了香港 然后香港大概待了三年 然后又回来台湾这样子 当歌手快乐吗 我觉得以前比较快乐 为什么 在这早期因为唱西洋歌曲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像小鸟一样 非常热爱唱歌嘛 然后没有什么拘束 然后自己挑自己喜欢唱的歌 现在来讲我觉得我们所谓流行歌曲的路线 可能会有一些限制 有些限制的时候很可能你会 受这个豆芽菜的限制 可能一些音 你明明可以唱的 比如说高或低 它这个弧度很大 可是你就是因为要走这个流行歌曲的路线 你不能唱的太高难度啊 怕听众没有办法跟着唱 走到今天你曾经得过很多的荣誉 只要让你重新选择一次 你还是会走同样的路吗 我非常珍惜我一路 一路这大概二十几年 从小学开始参加合唱坛 一路这样唱歌唱唱唱唱唱唱 我会觉得说 我会 还是希望重新 从一个阶段慢慢一步一步走过来 每一段这个时光 现在回味起来 回想起来都觉得 它都不可以每一段时间都不可缺的 有人称苏瑞是女摇滚第一人 其实摇滚是不是你最喜欢的乐种 我喜欢摇滚 但是我自己的这个音乐风格来讲 其实呢 有很多种 这个摇滚是一种 蓝调我也非常喜欢 然后灵魂呢 在早期 这是可能灵魂的基础 也就是说 走了大概有十年的光景 那这个因为是这个开始 国语歌曲的阶段呢 才走向比较摇滚凸显一点 那事实上呢 蓝调比较多 平常在媒体上面 我们很少有机会看到你 就算是宣传的时候 都很少看到你 为什么呢 这样不是很吃亏吗 嗯 其实 以另外一个看法 当然我是 这几年来一直保持的是 所谓的比较低调 这个低调 并不是说就是好像不合作的那种低调 其实这个低调就是说 呃 我在很多这个媒体上也好啦 就是等于在这个圈子里面 所以给大家感觉就是我不喜欢去 争很多东西 然后我也觉得比较 任何事情都比较 随缘一点 所以我就是觉得我自己就 就这样好像 感觉是低调 嗯 那我自己也不会去塑造新闻 所以 那比如说在 有芯片出的时候 我也不会很主动自己去 要这个要那个 我觉得好像 都是顺着来 然后 所以是在 在媒体上来讲 很少有我的新闻啦 也没什么 这个很很特别 在一样的月光以前 我像你的生活 我一定会比较平淡 比较平静 忽然间身边想起这么多的掌声 嗯 心态上会不会很难 平衡过来 其实还好 嗯 这个 掌声对我来讲 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 那 这个 呃 没有掌声的日子 其实我自己也 完全这个 呃 走过了 在这 十一年 我演唱过一歌曲 十一年来讲 也有很多时间 是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沉寂的 听不到掌声的日子 那 因为平常吧 我自己也 非常有少的机会在舞台上 啊 所以 可以说 也都蛮能够适应这种 都比较沉寂的日子 所以都还好 我记得一样的月光这个卡带出来的时候 我去买 然后我就被 上面的黑白的照片吸引住 这位歌者在唱歌时候的神态 那我相信他绝对是一位很爱唱歌的人 为什么那么爱唱歌 呃 我觉得 我觉得我唱歌啊 我非常喜欢的就是那一个 当你投入到那个 那个感情完全流露的时候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呃 因为这也就是一个动力 我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歌唱 嗯 这几年呢 Julie有了一个新的角色就是 妈妈 谈一下妈妈镜好不好 我非常喜欢这个自己的这个 啊 这个做妈妈的这个 这个角色 嗯 我觉得 这个跟舞台上我完全不同 啊 可能这个 他他有这个 我觉得很很 纯 很纯的一个 就当你看到 看到这个小孩子 他们的那个纯真 完全完全不同的 所以我我觉得我自己这个 这个当了三年多的妈妈 我觉得 蛮开心的 然后我觉得好像 在这个日常生活里啊 真的平添了很多 很多这些 呃 乐趣 乐趣啦 开心啊 然后就觉得好像 这个 很不同 很不同 我非常喜欢 谈到你的另外一半 比如威玲 她也是 就是算是我们这一行的传播界的 你们夫妻之间 对互相的事业 起了什么样的 互助或者说影响 有没有 我觉得影响非常的大 因为就是 我非常这个 呃 呃 比如说非常 尊重 我先生她的这个 她自己的 这个 专业 专业啊 然后因为她自己是 本行嘛 就是走这个传播 那呃 其实还是有一点点相关的 那彼此的一个那个 鼓励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 我们两个的这个 这个默契 有时候 常常我是在很 低潮的时候 那我先生都会 都会给我那种 鼓励 她常常告诉我 哈哈 哈哈哈 对 她常常是 波瓶 有很多 看 哇 似不 走 这 与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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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 在我这个歌唱者最低潮的时候 他总是给我这句话 鼓励我 其实这样就最好了 不管多少人喜欢我们 不喜欢我们 有一个最忠实的听众是最重要的 谢谢 作为一位歌者 有没有哪一种境界 是你希望可以达到的 我希望我自己的音乐 能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 然后这个很有计划的走 那当然就是我也希望能够 随着整个这个 我们的这个 整个音乐的一个 一个这种潮流 希望他能够走得 走得比较踏实一点 能够发挥更多的题材 而并不只是局限于就是说 这种情情爱爱的东西 我希望能够多能够去唱更多阶层能够接受的音乐 那我想这是要有一个计划性的 那我也希望我能够在这个 这个从事这个演唱的这个工作 能够唱得更有意义 一定的 希望 希望是这样 思瑞的确是一位为歌而歌的歌者 今天他的歌声已经响彻 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 我在期待他的歌声会响得更远更亮 谢谢助理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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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